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Z Fold 2 它新的一個追蹤攝影功能 那它是一個錄影功能 就是當它偵測到畫面裡面有人物在移動的時候 它就會跟著移動構圖或是任意任好 然後讓人盡量在畫面裡面或是居中 那我們現在請小夏幫我們示範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小夏她走進畫面之後 就可以看到畫面其實有在移動構圖 然後讓那個人或是任意任好 讓她畫面盡量在居中而且是清楚的 那我們請小夏再多走幾趟 讓大家可以看清楚一點 那這個功能它最多可以偵測三個人物的構圖 那我們現在請另外一個同事幫我們走進來 就可以看到現在畫面上有兩個人 然後它就會自動調整它的就是輪影輪傲 現在看到就是它現在自動讓兩個人在畫面之中 而且就是有盡量拍到半身 就是一個比較完整的構圖 那這個就是這個功能一個比較基本的表現 那它的一些詳細的設定啊 我會在文章裡面再跟大家說明 好謝謝 謝謝